Hello 大家好 阿King 回來了 今天跟大家做個日常談 因為我做了一兩個星期 每天都出一段影片 其實我還有兩段日常談 但今天我想先出這段 因為最新的消息 其實我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看到MIRROR的粉絲 一起拍了一張大合照 所以我今天最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關於這件事 還有我想說一下 我做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那個成效是怎樣 一日一片的成效是怎樣 最主要是說兩件事 那今天我其實打算做reaction 但我最後都沒有做到 因為我覺得 嗯 有時候呢 我也是挺看心情的 有時候很多事情在煩腦 我是想放鬆 但是也未必一定會 就是說聽歌去放鬆 有時候我會 可能找其他東西宣洩一下 那些情緒 我都不知道怎樣去做 有時候 所以我也是看情緒做人 有時候很搞笑 跟人說 我的星座很受月亮影響的 月亮呢 初一十五會令我 那個情緒會有些 反覆的變化 你們信不信 我也不知道 但是的確是有少少影響的 OK 那 今天繼續想說 就是 等我一會兒 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 他們Fans Club 一起拍了一張合照 哇 我覺得真的 那個陣容真的很龐大 原來這麼多人 原來 就是所有MIRROR 每一個的粉絲 就是每一個成員的粉絲 都一起 是不是 去合照 其實 令我覺得 原來 之前不是說 經常有什麼不和的 這個又不妥 那個那個又不妥 但是 這樣看又不像 原來他們都幾 Friend底 是不是因為 真的 這次的演唱會做得很好呢 因為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 我看到他們 即是 原唱的時候都大合唱的 然後 然後就寫了幾個字 寫了一句話在大螢幕那裡 我不是很記得是什麼 意思就是 記得 你們MIRROR的笑容 是不是 開心的笑容 這句話 令大家 更加 我就 不肯定 但是 我想說的 就是 我一直以來都是非常之 贊成的 就是 不要 很誣毀 別人的偶像 真的 這個事情很差 我覺得 可能 我如果 那時候 還在香港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類似這樣的心態 即是 不抵得 別人說我的偶像 或者 是 當你不喜歡別人 偶像 都可能 用一些 不太好的言辭 去 攻擊別人 我覺得 這是不好的 我來到這裏 溫哥華 可能 這裏少些人 也可能 是 因為 這裏的文化關係 會令我覺得 做人 最重要 是 做好自己 安守本分 安守本分的意思 不是不理人 只是做好自己 而是 當你 做好自己 那部分的事情 你才去處理其他人的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上 無瑕去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有時候 因為你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是不是 有時候 更加 再深入一點說 你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那你不知道想怎樣 你怎麼做好自己 那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好處理了自己的情緒 或者自己處理了 可能家裡的事情 或者工作上面的事情 或者貧輩上面的事情 去處理了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先去 就是 去 去 去維護 或者守護你的偶像 那當然 你維護守護的偶像 去 而 而用一個方法去攻擊人 這樣去守護你的偶像 我絕對 十分不贊同 還有 我是非常之 不喜歡 一些YouTuber 是 就是幫 就是 就是很誇張 就是 很直接的 我不想說 收拾太多 就是 那 我之後說的話 可能有點激動 但是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你知道 我其實也喜歡姜濤的 那我見到 有些YouTuber 就非常之喜歡姜濤 到一個地步 就是 跟姜濤不和過的人 其他歌手 或者MIRROR成員 他是 極度不喜歡 他是會踩的 就是之前有一宗 誰跟姜濤一起跳舞 接著 那些粉絲 就 在那段影片中 攻擊 姜濤 說他跳得不好 那樣東西 接著 又有誰不知道 跟姜濤玩遊戲 然後又弄傷他 又好像欺凌 然後又不喜歡 那些MIRROR成員 然後繼續攻擊 那這些YouTuber 是不停地去攻擊 還有去 用這些 嗯 用這些不好的新聞去 再炒 炒作一下 那麼多些感覺 那 那 我很尊重 就是每一個人的看法 也都很尊重 每一個人的做法 那 只不過 我尊重還尊重 是不是 那始終心裡面是不舒服 還有不喜歡 其實都頗不喜歡 所以我就 不希望 就是 再見到 這一類型的YouTuber 去 這樣去維護姜濤 因為你這樣做 只會令 其他偶像的 粉絲 更加不喜歡姜濤 這樣不是一個好的做法 而你 如果你是支持那些YouTuber的話 那 你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想一想 其實這個 這個支持的行為 是不是真的幫到姜濤呢 就是 大家心裡想一下這件事 所以我有時就 幾 佩服 一些 善良的YouTuber 譬如蘇sir 他有把尺 起碼不會為了 踩低別人而抬高姜濤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更加要支持 這些善良的YouTuber 是的 所以 這次我看到MIRROR大合照 我是很開心的 MIRROR的粉絲 不同的Fan Club 去大合照 希望我沒有看錯 希望沒有理解錯 如果我理解錯 那就不好意思 但是 照我看的就是他們大合照 畫面是很有愛的一件事 還有是 當新聞報出來 是令其他人 有一種的感受就是 其實MIRROR的成員 是很團結的 希望更加多人會支持他們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正能量 很好的正能量 然後最好笑的就是 看到Stanley的Fan Club 叫人去加入大表波的Fan Club 然後 很棒 今天就順大講一講Stanley 其實Stanley 之前在《全民造星》的表演 我們都講了一點自己個人感受 那我就 嗯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說真的 那這次他 就是Show機 Show到這樣 其實第一件事是 除了我覺得他很厲害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 挺好笑的 就是不是笑的身形 我覺得是 為什麼 練到這麼大隻呢 其實練到這麼大隻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我想說 因為如果你有留意肌肉 因為我自己也有練過一下 空肌 我想說空肌 空肌很厲害 它厲害在哪裡呢 空肌有內 裡面的上面的空肌 以及下面的空肌 我忘記一個專用名詞 是什麼 就是那個波 它上面下面左邊右邊 都不同的 那些肌肉裙 其實要練內側的空肌是很難的 和上面的空肌是很難的 但是它練到差不多完美 是完美 這個是值得尊重的 值得尊重的 我不管它 會不會唱歌或跳舞 只是這個身形已經很煞食了 真的大叫 全場歡呼 然後還要尖叫 就是 完全是搞氣氛一流 說真的 但是 是厲害的 真的開心的 另外 看到姜濤IG 也說不舒服 多點休息 我下一段影片 可能有機會講一講 其實我想給姜濤 有一點點意見 關於養生方面 我可能下一段影片再講 最主要的這段影片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MIRROR和姜濤 其他成員都是那一句 不要只看到你眼看到的東西 如果你真的想 罵一個人 我建議你去深入一點 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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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為什麼要深入一點 就是因為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是不是 你是這樣想 對不對 誰知道原來你是誤會了 可能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他可能各方面的才能很厲害 其實他的心地又不是那麼差 其實他是好人 為什麼我們不是冤枉了好人呢 那之後再作定短 所以有時候看人 好像我的反應 我只是看 我都是看一些很表面的東西 如果我真的要深入看 我都要看他很多的訪問 談吐 就是 真的看他訪問 你才知道 他大約真正的為人是怎樣 那當然你真的要很深入的 你起碼都要跟他相處 是不是 但是我們不說那麼入 我們看到他的訪問 大約都知道有什麼人 是不是 那 至於你不喜歡的 Haters 你們不喜歡那些 其實 可能你們根本就沒有想過 要去深入了解 總之為了罵而罵 因為你覺得罵是會 打擊了別人的對象 打擊別人的偶像 從而令自己的偶像 可能 可能 你覺得會厲害些 他的位置會好些 是不是 好像排名一樣 他會高些 我又不覺得是 就是 最起碼我看到 某一位歌手 的粉絲在罵 姜濤 那些東西 那 起碼我不覺得 你的粉絲厲害些 不 不覺得你的偶像厲害些 只會覺得你更加 令你的偶像 那個形象更加差 這個是我的看法 當然 當然你有繼續 你可以不喜歡 那 我都有繼續 我又不喜歡 沒問題的 我們 尊重各位 好不好 那今天講到這裡 都講了阿羅 我們 下段影片見 還沒講完 抱歉 說多一點點 就是 做了 一天一片 都整個星期 到兩個星期 我覺得 其實我真的心想 嗯 我有想過 其實大家可能未必看得及 但好像 現在又可以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那我就 一出一片 至兩片 我起碼會出到 一個月的 一個月之後 我會做一個 就是評估 看看 是不是這樣做 是OK呢 如果是的話 如果那個頻道 又可以盈利到的 做一個兼職形式 可以的話 那我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要想其他方法 看看 怎樣 可以盈利 而又 而又 不會說 經常看到我這樣 你明白嗎 就是有時候 看到我太多 都會 有一種疲倦的 我知道 是不是 或者有時候 可能我不開樣 遮住 黑畫面 只是聽到我的聲音 就算 因為有些人說我的聲音 好聽 雖然我自己不覺得 OK 那 那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段影片見 那我下段影片應該會出 應該是姜濤的演唱會 可能應該是姜濤的演唱會 唱的幾首歌 因為我好像MIRROR的演唱會 姜濤的演唱會 都已經唱得七七八八了 我們好像完全反應了 如果沒有 還沒有反應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 讓我 再留意一下 好吧 好吧 謝謝你們 我們下段影片見 拜拜